因爲你想看,所以我找了出來。如有想看的內容或球員,記得留言給我呀。 今天來看一下贊姬姬用極訓清田的比賽吧。 很少看到她用極訓清田,最初還以為她是用來當防守腳用。 誰知她非常熟悉極訓清田的連招,進攻打得非常流暢。 另外進階木暮也投進了兩顆三分球,空位下看似十分之準,不知是否按改了。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,記得訂閱和按下右邊的響鈴,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籃高手的資訊。 木暮進階後,大家需要把她當成三分射手看待了,向開球後必須跟上去。 按突破後再拉向左邊,再接變向速投,兩次向左移位,又一次空位了。 看到籃框下沒人,用極速地位上籃就對了。 看到籃框下沒人,用極速地位上籃就對了。 剛剛一次攻框,防守球員都集中在籃框下,今次改用了後仰跳投。 剛剛一次攻框,防守球員都集中在籃框下,今次改用了後仰跳投。 籃框下再次沒人,急速地位上籃得手。 三井向左突破時清田一位不多, 但位置上仍是可以封下三井,而三井轉回右邊時,清田也不會被擺脫,所以三井雙轉,大家不用追太快。 三井向左突破,清田再一次只跟到扇形位置的右邊,這樣無論三井雙轉回右方,還是單轉後投籃,也能夠封下來了。 清田的前置運球太久了,還被藤井雙轉回右邊。 清田的前置運球太久了,還被藤井雙轉回右邊。 全針卡停了,其實直接傳給赤木扣籃,可能會好一點。 這位置向上方用表演時刻,接著反突破和被運過人,就可以用到死區反身上籃。 這位置向左方用表演時刻,接著反突破和被運過人,也可以用死區反身上籃。 這位置向左方用表演時刻,接著反突破和被運過右邊。 這位置向左方用表演時刻,接著反突破和被運過右邊。 起手位置向左方向右邊。 起手位置在外圍了一點,接著反突破皆被運過人後,使進不了死區的範圍。 但籃下沒人防守,用極速低位上籃也可以輕鬆得分。 進階木暮封帶成功後,地板球範圍會增加0.5,算是不錯的加強。 在外圍上的位置向左方用表演時刻,接著反突破和被運過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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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是你豬我豬。我不懂說國語,做一個視頻花上了很多時間。 如果缺少了你的一個like,我怕我會支持不住了。下次見。